2018年CES于12号闭幕展会高级的副总裁约瑟夫就指出 人工智能和声控技术在今年的展出中随处可见 中国企业的创新和国际化水平稳步提升 全球首款模块化电视 自动驾驶概念汽车 能保持平衡的摩托车 智能交互设备 机械甲织和脑机接口工具 以及极大提高传输速率的5G技术 全世界近4000家企业都将自己最先进的产品 带到了拉斯维加斯的CES国际消费电子展 CES高级副总裁约瑟夫指出 人工智能和声控功能已经被广泛运用到了许多产品 在今年的展出中随处可见 我们认为一位最棒的故事是AI的自动智能力 我们讨论了很多AI在不同的放置 所以在第一次介绍的时候 我们得到消费者通过智能的声音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些组织成为一个数量的器材 我们看到它在控制灯 我们看到它在车里的车里 所以我们会变得比较和舒适的声音 和自动智能 我们会看到这些新的产品 中国企业是国际消费电子展的大客户 除了参展企业数量庞大外 约瑟夫认为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 也越来越令人印象深刻 中国企业今年的表现 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在约瑟夫看来 中国企业今年更加积极地利用 新闻发布会 以及媒体日这样的活动 品牌意识 以及讲故事的能力 也比以往有所增强 凤凰卫视 沙红西 徐涛 拉斯维加斯报道